法治现场给你说法 大家好 我是小博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法治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现场栏目 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内容 这生活当中啊 时刻提高防范意识 莫让事故侵害了咱们的财产安全 甚至是人身安全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经常要提醒在座大家伙要注意的问题 不过呢 有个词叫做天降横祸 这实在是叫人有点防不胜防啊 你看2月9号的下午在原阳东流侯村 有一位85岁的李老汉 当时呢他正在家里头休息 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可把他吓得不轻 李老汉住在原阳县东流侯村 是村里的孤寡老人 膝下无儿无女 平时由侄子李先生照顾 突然发生的情况让李老汉慌了神 赶紧给侄子打电话 侄子赶回来后 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一辆这个送水的降火车 在对面一个对面 坡都比较多的情况下 失控的情况下 撞到我叔里病病的房子上 原来李老汉房子的路对面 是一家超市 地势比较高 事发当天 一辆运送桶装水的香热货车 在卸货时 司机忘记拉手刹 导致车辆顺坡溜下来 撞到了房子上 李家人认为撞击力巨大 已经对房屋主体结构造成了破坏 在这个后枪清洗可减的一道短缝 已经是砖头已经是都疏从了 这不是连温都清洗可减 这大量已经是都难易了 这是个北五 大量已经难易了 这枪已经是开连 这不是这两件放这个位置 都已经开连了 这是一个正中枪 这个整个欠墙在移民屋左右 这个地方 已经也都开连断裂了 房屋现在的状况 让李家人十分担心 现在我说是古瓜老人 这个放就属于他的唯一 居住房屋 墙机都已经是重现了 你说现在如果说 要是倒逊骑 敌石又敌瓦 这枪头 它能成熟主了 已经是开连了 很快交警部门做出事故认定 机动车驾驶员为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应付事故的全部责任 为车达城堡的太平洋保险公司也开始和李先生联系李培 保险公司刚这个接到这个第三天 李先生说他和保险公司反复交涉还做了记录 14号那天他又派人过来 里边这个这个又做了一下记录 这结果20号俺去保险公司 当时保险公司的就说 给钱是五强块钱以内 俺说呢五强块钱以内有点太少 俺不那个木盘接手不够材料钱呢 这可以给人修复 能可以回去找一个建筑的师傅 给人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这个这个材料 可以给人发过来然后再评估 李先生专门找人对房子进行了查看 经过评估专业师傅列出了工程量清单 总计需要三万五千余元 李先生说正当他准备把工程清单交给保险公司时 对方突然变卦了 21号那天呢 他那边保险公司这个蔡吾勋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复材人又说 又给我打过来电话又给我打付了 只能配上我五强块钱 只能配上我输五强块钱以内 修放是不可能了 原来他答应该修 钱不能接受的话可以给他修放 他又专业是工队 现在又不敢输修放了 李先生说这样的结果 让他十分无奈 我也说我就请在河南发指频道 来给俺这个支持一下公道 2月24号 记者跟随李先生来到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原洋之公司了解情况 公司的刘经理听了李先生的诉说后 当即表态 会在3月1日之前 对李先生提供的房屋维修工程量清单 进行评估并给出答复 今天这也可以说 咱电视台 这个出面条件 是有大的进展 我很满意 这些河南电视台 发指频道工作人员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 这就正如诗词当中所提到的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说天有不测风云 总有我们不愿意看到 或者不想着发生的事情 却突然就降临到了自己头上 那如果真的是摊上了 学会面对和解决 这才是正解 那么世事千变万化 一律给您说法 用法律的角度来看社会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一律给说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色车辆的行为人呢 逼停白色车辆 逼停下载滋事 这是交通违法行为 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白色车辆的行为人呢 采取了对行人进行驾驶 追逐 对黑色车辆进行撞击 这种行为是过激了 够不成正当范围 因为一 它不具有范围的目的 那黑线人对黑色车辆的撞击 是报复的目的 第二个它不具有防卫的紧迫性 尤其是撞击人离开了 只有这时候 对它已经不会造成伤害了 这种情况还进行撞击 那么第三个来讲 它针对的退向错误 它针对的不是人 而是车 这是故意悔才 这种行为不但不是正当范围 而且有可能会涉嫌 以危险的方法危害 共互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人来指望 它不但会危及到黑色车辆的 行为人的人身财产 它可能还会危及到 不特定其他人的 人身财产安全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 造成的财产损失 人身损害 会被以危险的方法 危害共互安全罪 进行吸收 所以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跟社会的危害程度 它有可能会涉嫌 以危险的方法 危害共互安全 或者会涉嫌 这个事件中 张某婚前隐瞒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事实 与罗某结婚 属于典型的可撤销婚姻 所以法院最终判决 撤销双方婚姻关系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可撤销婚姻 主要包括 胁迫的可撤销婚姻 及隐瞒疾病的可撤销婚姻 所谓胁迫的可撤销婚姻 是指行为人 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其近亲属的生命 健康 名誉 财产等方面 造成损害为要挟 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 所谓隐瞒疾病的可撤销婚姻 是指一方患有重大疾病 在结婚登记前未如实告知的 另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但对于重大疾病的范围 法律并未明确 实践中主要包括三类 一类是严重的遗传性疾病 如先天性痴呆 一类是指定的传染病 如艾滋病 临病等 还有一类是有关精神病 如精神分裂症等 被胁迫结婚 或被对方隐瞒 婚前患有重大疾病的婚姻当事人 想撤销婚姻的 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 一年内 或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 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 在此提醒广大朋友 一定要重视婚前检查 避免出现上述事件中 罗某遇到的问题 对于正在遭受 或者已经遭受胁迫 欺瞒的婚姻当事人 一定要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月21日 贵州六盘水鱿鱼女子 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的内容显示 其作为教师的丈夫 其在她的身上 对其进行殴打 看了这段视频以后 我是非常气愤的 我想在座的各位女性 如果遭遇同样的家庭暴力 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首先呢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 刺激世暴人 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保护自己 将家暴对自己的伤害 降到最低 第二呢 寻找机会报警 请求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此时呢 也能起到保存证据的效果 以必要的时候 可以要求公安机关 对视报人进行行政处罚 如果伤情达到了 轻伤及以上的情况下 还可以要求公安机关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 我们可以向视报人 或者自己所在的单位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以及复联 寻求 进行反应 投诉 以及寻求帮助 第四呢 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申请保护令 或者提起诉讼 起诉离婚 在这种家庭暴力的情况下 是可以法定离婚的理由 那同时呢 还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在座的各位女性 你是否听清了呢 远离家暴 保护自己 好 直播中的法治现场 接下来呢 是由河南省建议永为基金会 与我们法治频道 共同推出的大型系列专题节目 凡人一举中原正气 要说35岁啊 这正是拼搏向上的年龄 好年龄啊 而作为平顶山市一家 企业副总经理的文艺民 却为了一车素不相识的乘客 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他用自己的行为 彰显了一名党员的初心 干洒热血 渐行使命 成了以后我都想随他来 求求孩子给他 爷爷奶奶叫他们找看他了 我一天都不想活 非常非常非常相恋 说起自己的丈夫文艺荣 梁国侠止不住泪流满面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 但当天的情形 不管是家人 还是曾经的同事 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是参加贺连生一个 企业情练干部 企业情练干部培训班 又加钱称赤 去往郑州参加这个学习 培训 他都没啥收拾 就是学习的东西 他都带着 五点多都去床 也是赶上头班匙 作为平顶山市兴丰集团的副总经理 文艺民当时刚刚35岁 年轻有为 成绩突出 让他成为了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 我这会儿可能能干了 35岁 如当夜造 中共当下 这破格 破格人家调到平顶山当副总 那都是副县级 尽管身处单位领导层 而且是公派的学习培训任务 但一贯行事低调 作为政治的文艺民 并没有动用手中的特权 他是副总坟关的办公室 车里调动 车里是那个都给他关 但是他当时没有使用车 公司派车 应该是符合规定 但是他考虑到 这个公司 我们所在的 平顶山行风水击这个公司 正在走出困境 走出困境的关键时期 第一个是考虑到 不想麻烦司机师傅 为了节奏党儿的这个菜类 他不叫党儿子 就这样文艺民花十块钱 购买了一张车票 坐上了开往郑州的 头班大客车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这趟普普通通的旅程 竟然凶险重重 当车辆行驶到 宇州市古城路段时 四名年轻男子上了车 环顾一圈之后 他们突然凶向壁路 掏出了刀子 我上来四个呆徒 再走到这枪街 呆徒仗着人多势众 挨个洗劫乘客的财物 而此时由于起得太早 困倦的文艺民 正靠在座椅上睡觉 当呆徒 抢劫到临座的一名富艺时 吵闹声惊醒了 熟睡中的文艺民 看到这一幕 他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 这个妇女呼喊 当时为命抢身站了出来 再攻击这兜岛 和这四个呆徒进行搬斗 胆徒们惊慌了 面对眼前凛然正气 奋不顾身的男子 心虚的他们手持凶器 丧心病狂地 向文艺民的身上刺去 当时是上的身上刺了四刀 四刀边打边刺的时候 灾兔已经吓到 车门口吼 温宗又追了下去 穷穷结合了灾兔 又找到了胸脱 胸脏 刺了一刀 这个刀非常致命 自己也刺到心中 不到两分钟都没心了 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 岁月静好时 默默奉献爱和温暖 危机出现时 化身英雄挺身而出 善良和勇敢 并不是来自选择 而是本能 英雄是普通人 有一颗伟大的心 英雄藏不住的是 危急时刻的真情 见义勇为 这是普通人的中国精神 歹徒们仓皇逃窜 被随后赶到的民警 全部抓获回案 而文艺民则因为伤势过重 在被送往医院的当中 永远离开了人世 当我跟到那的时候 我跟已经是送到这 有种事人一样 但是已经是不行了 他身高一名一把 然后将近有一百八十九十斤 身材非常溃晤 待会要没有道理情况 我想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事发时 文艺民的妻子梁国霞 正怀有身孕 腹中胎儿已经从院 担心他承受不住打击 家人没敢食言相告 但他还是从家里凝重的气氛中 感受到了隐隐的不安 能不能叫手机 跟他给人家 我接个电话 他能不能哼一声 我也放弃了 他没说到现在说不成 我是啥情况 光说正前一样 真不晓得 二十天后 文艺民的儿子姑姑坠地 可遗憾的是 父子两人已经阴阳两格 最终没能见上一面 人了是天 他们两想 想禅了是天 是天 我是每天都是哭 孩子睡觉了 我都是想想了 心里难过 都是反正是没有他了 定量就没了 钱塌了 第七届全国人民群众 建议勇为先进分子 河南省第三次 维护社会治安 建议勇为先进分子 等荣誉称号 同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追认为革命烈士 包括我妈 我觉得也是 他们两个都是这样的人 就是遇到那些恶人 或者是恶事的时候 都是会出手相救的 一方面是不希望 自己的爸爸出现这样的事情 但是像碰到这种事情 如果你不做 我不做 都不做的话 不好 我也是可能 但是要想要这个事 那应该是我的最骄傲 也是一种骄傲 二十年后的今天 文艺民那未曾谋命的小儿子 参军入伍 并光如地加入到了三军一战队 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传承着父亲的高尚品格 英雄虽已长年 精神永留人间 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 岁月静好时 默默奉献爱和温暖 危机出现时 化身英雄挺身而出 善良和勇敢 并不是来自选择 而是本能 英雄是普通人 有一颗伟大的心 英雄藏不住的 是危急时刻的真情 见义勇为 这是普通人的中国精神 好朋友们 想要联系我们 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0371 65749110 或者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通过大象热线 来提供更多的新闻线索 直播中的法治现场 我们继续来看节目 四川省南疆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 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 原被告双方针锋相对 其实原被告双方 本来是老邻居 在一条街上已经住了近十年了 咱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可这两家的关系 却视同水火 两年之内打了多场官司 那么双方到底有什么恩怨 非得闹到这般田地呢 这是四川省南疆县某小区的一处摄像头 2020年10月30日下午 监控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 画面中正在安装脚手架的是原告张燕华的丈夫 站在旁边的是被告蔡春林夫妇 双方正在互相指责 一分钟后 蔡春林的丈夫突然冲上前 晃动脚手架 张燕华的丈夫从梯子上跌了下来 双方互相拉扯乱作了一团 这场冲突大约持续了五分钟 直到有人受伤 群众抱了紧才走吧 那天天降细雨 蔡春林躺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头部流血 伤势不明 不远处 张燕华和她的母亲也双双倒在地上 她的丈夫守在旁边 看上去很是着急 十几分钟后 医务人员赶到现场 对三名伤者展开了救治 经检查 张燕华和她的母亲只受了些皮外伤 在医院经医生检查 蔡春林头部的伤口 长达六公分 缝合了霸诊 根据现场目击者讲述 蔡春林是被张燕华的丈夫 手中的脚缸锁伤的 哪个用锅缸打的 哪个就 就是 你带眼睛 哪个人的 锅缸 锅缸 事后 双方当事人均拒绝调解 当时是由于手上的 他们当时要价要的是 20万 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拿那么多钱 所以当时调解就没有达成 经检定蔡春林头部伤势构成轻微伤 而后南江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一款制规定 对张燕华的丈夫处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元的罚款 蔡春林出院后 一纸诉状将张燕华夫妻二人告到了法院 要求对方赔偿 其医疗费 护理费 务工费等 公积6万余元 而张燕华一方认为 是蔡春林夫妇挑衅在先 自己的丈夫是出于自卫才误伤了她 并且打斗中 资格也被抓伤了 也是被害者 不该赔偿 我脸也挖来了 我脸里还有个 还有人们打个包 也是私事 我屋里瞬间过去 把牙齿也碰了 牙齿也就整弄了 除此之外 她说蔡春林住院中 还产生了很多 与这次受伤无关的费用 她不应该承担这一部分的费用 治了很多病 她就治她自己的病 还有医肝 颈椎 全她都治了的 然后我们说 你住老院的钱 我们该给你就给你 这个事 那个也没啥子 但是这个引起打架 我们都不是一个霸装派的相对 对于多出部分的医疗费 蔡春林没有否认 她说自己身体 其他地方不适 是因为头部受伤所致 理应由对方拿出赔偿 她妈妈不想理她八道 她一会儿去监定我的有费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就监定 现在有费怎么拿到我去 2021年6月8日 南京县人民法院 依法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张彦华夫妻 赔偿原告蔡春林 35200元 双方均表示不服提起上诉 双方上诉后 2021年10月18日 四川省八中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维持了原判 判决生效之后 蔡春林说 打人的张彦华夫妇 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张彦华则控诉他们 冲撞脚手架 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通过这个清晰的视频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是张彦华的丈夫 将蔡春林给打伤了 那么所谓不小心碰上 这种说词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双方这场争执 到底因何而起 而两家的矛盾 又为何如此之深呢 在四川省南间县某小区 有两家商务宾馆 一家取名为天宇 老板是张彦华 一家取名为金城 老板是蔡春林 两家宾馆相对而立 中间相隔一个小小的停车场 街坊四林都知道 双方矛盾由来依旧 究其原因无非俩字 抢客 因为抢客员张彦华与蔡春林 机缘颇深 没少争吵 张彦华说 蔡春林经常是低价竞争 恶意强客 对此蔡春林有不同的说法 因为她的口口上 我们在那里 一头这儿 别个开冰棺 导航导航 我们来的 这个停车来找你 她就走得逃不去 就做错了 光是抢客倒也算了 张彦华说 最让她忍无可忍的是 蔡春林夫妇 购买了自个楼上 一套商品房 改成独立单间 扩大宾馆客源 这一行为导致 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张彦华说 在她看来 蔡春林 这是骑在自己的头上 欺负人 也正是因为 这两家成了上下楼 矛盾就越来越多 而这次事件的爆发 起因是一块 还未安装好的广告牌 画面中 这根横着的铁棍 是广告牌的支架 两家的矛盾 就是因为她而起 我们这个狗杠 它是我们的 它是我们的 它还要扯了 原来张彦华夫妇 为了招揽生意 打算在宾馆门口 安装一块广告牌 但是遭到了楼上 蔡春林的反对 说他们是违规搭建 二楼蔡春林家觉得 安装广告牌的位置 正好在自己家客房窗户外 给房间造成了遮挡 侵占了他们的地方 对此张彦华一家人认为 他们纯属无力取囊 并且张彦华一家 拿出了购房合同 证明安装是在 合理范围之内进行的 平时这个高度是著名的 我们的房子的层高是二米七 层高二米七 那么按照国家建筑规范 就刚要有的说 那么就是应该是 天花板的中线 对我们楼板的中线 中对中二米七 那么这个房子的 全量是在天花板以下 应该是我的产权范围 尽管这样 两家人对于此事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直到事发那天 双方回忆 一开始只是吵了几句 闹到了派出所 然后当天就是 我们调节了之后 我逐渐去相关部门 来了之后 确定那个东西 能不能安装 然后再安装 但是他们回去 当时在派出所 他们也表示了同意 然而从派出所出来之后 张彦华两口子回到家 执意要安装广告牌 这下惹怒了蔡春林夫妇 并遭到了他们的 强烈阻挠 这次双方动了手 也就是节目开头 大家看到的那一幕了 就是安装广告牌这件事 激化了张蔡两家的矛盾 那么在这场各持己见 互不相让的纠纷当中 法院要如何化解矛盾呢 张彦华说 事后蔡春林夫妇掐头去尾 把此事放上网络 自己和丈夫 被冠上了恶霸之名 他们实在难以认受 张彦华表示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 觉得自个儿委屈 所以才没有支付 那三万多元的赔偿款 并将对方起诉至了法院 起诉蔡春林夫妻二人 侵犯其生命权 健康权 并且提出了赔偿要求 张彦华的丈夫 指控蔡春林一家 故意破坏脚手架 致她从高处坠落 捧伤了牙齿 我通吃了两口 接下来对于这个情况 法官对张彦华的丈夫 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经过法官询问 张彦华的丈夫最终承认 其实自己被碰掉的是一尺 并不是真的掉了牙齿 对此法官告诉他 在法庭上 当事人的陈述是认定案件事实 依法适用法律 公正公平裁判的依据 应该如实陈述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对故意进行虚假陈述 证据确凿的 不管是否造成严重后果 均应按照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 以妨碍民事诉讼 对其处罚 而张彦华的丈夫 被打掉牙齿 不是事实 但张彦华在争执中 却又受伤 最终 2022年3月7日 南江县人民法院 依法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蔡春林 黎平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1616元 驳回其他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 法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多次上门 劝解张彦两家 为他们调解矛盾 最终双方都表示 会尊重判决 履行赔偿 好的朋友们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 用手机看电视 可以上大象新闻客户端 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搜索大象新闻 就能找到和下载使用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现场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